其實流的蠻深的 對 就是那個那種 那種很有個性的叛逆少女的那種 對 那個個性 對 很帥氣這樣一個 對 的個性 那 但是我是在 看了很多他的作品 但是是到了張愛嘉導演的念念 的時候 雖然那一部戲裡面 辛傑的戲份沒有那麼多 但是裡面就是 有一場戲是跟 那個柯宇倫的一場 對戲 那反正那裡面 有 後來我有跟他講就是 那一場戲的最後 他的一個回蒙去 回答宇倫叫他 的時候的一個 只是一個簡單的聲音跟一個 樣貌 我就好感動 那時候我在電影院就是我 聽到那一句的時候我就流淚了 對 就是很 很強烈的一場戲 然後我開始看到了就是說他的那個 就是 你知道這已經不是那種以前的那個 那個叛逆帥氣 像小男生的小女孩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然後 然後繼續在就是這一次跟 辛傑在拍到西部花園的時候 就是 就他的女人味出來了 對 然後我還滿開心就是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這部片有機會邀請到他 然後 讓觀眾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另一個改變 對 辛傑 妳覺得蘇宇導演呢 因為蘇宇導演的前三部戲我都看過 當然尤其是我的好朋友 林嘉欣拍的那個 跟他合作的百日告別 我看了 我的第一部愛情片是愛你愛我 我跟張震 在柏琳拿獎的那一部 之後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就一直拍恐怖片 鬼後的封號就是這樣來的 我其實很納悶 因為我很喜歡愛情片 我自己很喜歡愛情片 我很納悶 所以這次遇到這個劇本 然後 又是林樹瑜導演 我就 其實很開心 很期待 然後到了我們真的合作的時候 其實 我真的很謝謝導演 因為我 從懷孕到生孩子 差不多三年的時間 沒有再回到這個 電影裡面來演出 其實我對我自己 當然 也不是懷疑 但是就是會很緊張 就 感覺好像 不知道自己會忘了怎麼演戲 能不能把這個 角色演好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需要一個很大的 信心跟肯定 這個完全就是 書語導演給我的 他從一開始 就從來沒有 對我 讓我感覺有任何懷疑我 對 就非常信任我 然後給我很大的表演空間 除非他覺得我 當時可能需要有一點挑戰 他就過來跟我說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不知道是我敏感還是怎麼樣 我總覺得書語導演 很懂 很懂雲林 然後我在拍攝的過程中 不管雲林的情緒去到哪一個街東 我都覺得他與雲林精神同在 我真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有一天演一場比較沉重的戲 然後我看到 那整天在那個monitor前面 感覺他就是 就是有點憂鬱的 所以我心裡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導演本身他要 要兼顧這麼多的事情 要處理八百件事情 然後還有跟很多人溝通 他這個導演的工作就是他必須 一直不停地在很短的時間以內 然後變換他的情緒 或是處理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讓我一直覺得 他跟我的那個演出的情緒 一直都緊緊連結 然後包括有時候我很辛苦 或者是演得還不錯的時候 然後導演 好客氣好謙虛喔 導演卻過來跟我 就是給我很實際的一個鼓勵 就是他會說不錯 然後是他會 援抱我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一些 對一個演員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精神支柱 他真的很懂得拍女人 而且也是影后推手 特別是久修復出的女明星的推手 嘉欣 欣傑對不對 壓到這次金馬獎 倒數五十一個小時了 兩位都是金馬得主 欣傑家裡那座金馬 應該十七歲快成年了 對不對 見鬼三九屆嘛 那蘇宜導演的應該十一歲 四十五屆的時候 是最佳原著劇本獎 你們這一次倒數五十一個小時 就是心情如何 對於這次入圍金馬 欣傑 導演先 你們一下醞釀一下 OK 嗯 你知道原本沒有想太多 對就是 那時候覺得就是緊張是 入圍名單公佈之前的時候 就已經緊張完了這樣 然後看到這樣的一個入圍的結果 就已經非常非常開心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越接近金馬獎 然後在最近接觸很多的媒體的一些訪問 然後聽到一些人給我們的一些很正面的一些回響 再加上就是前天晚上去金馬的那個電影人的Party 然後看到一票記者在那邊賭博 在那邊 他們很愛賭 每年都賭 他們在賭盤 然後 然後他們還有透露給我就是說 賭盤的狀況現在怎麼樣 就是 越多這些聊我就開始越來越緊張了 雖然我也什麼都不能做了 因為電影已經做出來了 已經 這就是交給評審們 對 所以就是當然就是希望如果有得獎的話 更多人是到西武花園 11月29號上映的時候 更多人會想要到電影院去看 這當然是我一個很大的希望 那喬喬有沒有說什麼 夫人 他說什麼 沒有啦 因為 一起幫你慶功啦 有沒有啊 沒有 沒有 他是因為他那個23號晚上 他那天要拍片 對 他現在還在拍一部戲 然後 然後他就剛好那天又是夜戲 第二天一大早要 飛新加坡這樣子 對 但是他有跟我講啦 他說如果我有得獎 他就會來慶功宴 對 也蠻實際的 沒得獎他就不出來 不來了這樣 悄悄 這樣喔 這麼現實 好啦 那欣傑呢 很開心 當然也會有一點點緊張跟期待 對 因為 畢竟這一次 是帶著馬來西亞電影 來金馬獎參加 對 你人生第二部的馬來西亞電影 即初戀紅豆瓶之後 對 然後也是我 拍電影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的電影入圍這麼多項 對 所以 我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馬來西亞電影市場 畢竟還是比較小 尤其是華人電影 所以 這一次這部電影能夠 因為入圍 然後受到很多人的關注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不容易 也特別激動 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看到馬來西亞 是這麼的漂亮 然後馬來西亞有這麼 這麼豐富的故事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 對馬來西亞電影有更多的認識 是 來掌聲肯定一下兩位 謝謝 辛傑洪侃戰袍準備好了嗎 戰袍 他們都很關注喔 準備好了嗎 51小時囉 哈囉 Come on 肯定是準備好了 準備好是不是 好 那我們拭目以待 不過今天我們開場前 是不是有媒體寫了一些小卡 那我來代為發問 好 很高 有沒有信心 不要給我壓力 我本來什麼都沒想 因為我覺得 我都沒有看過其他女主角的戲 還沒有看過 但我覺得他們都是很棒的演員 而且 每個女演員都付出一樣的努力 跟辛苦 對 所以我就 盡量平常性吧 對 偷偷說現在賭盤第一高就你了 不要吧 不會吧 壓力很大的對不對 大家都平常心一點 好平常心 最主要漂漂亮的走紅毯 對 因為 因為得獎這種事情 還是要看你運氣的 你OK的好不好 再拿一座新的金馬 跟家裡那個湊成對了 加油 如果有是最好了 好期待 祝福祝福 好 下一題 入圍請 有信心嗎 好 跳過一樣的問題 林書宇導演 這次跨國拍攝的經驗 對自己導演功力學習到最多是哪部分 導演功力 第四部的劇情長片 我覺得我這一次得到最大的是 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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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當然跟 因為就是這一次的劇本是 跟另外一個編劇寫 然後主要是Richard寫的劇本 所以我能夠更客觀的去看這個東西 去分析 去明白說什麼是重點 什麼是多餘的 那這個 我覺得這樣子的經驗就直接延伸到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甚至於到剪接的時候 我發現我這一次 更容易放下 對 以往會有一種 哇我們花了這麼多的精神 拍了這樣子一場戲 然後 然後就這樣子就要拿掉了 還什麼的這些 對 但是在這一次的時候 更能夠的 客觀的去 想把這個故事說好 我覺得想把這個故事說好 是因為這個故事它 它賦予了 它 它 它帶著一個 還蠻大的使命感 對 因為就是那個歷史 因為就是它有那個責任在 所以我更 需要去 好好的說一個 平易近人的故事 去給 就是一般觀眾都可以進入 可以去理解 然後在當中可以得到 所以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我 這一次我做了一個 我最無私的電影 很奇妙的一個感覺 但是就是有一種 無私在那邊 因為就是我 這次覺得就是這一次 它大過於我了 是 以往我 就是我拍給我自己 對 但是就是這一次它大過於我 然後我需要把這個東西做好 你更從容了 可以這樣說 從容 沒有 還是壓力很大 對 現場 還在片場暴哭對不對 要不要補充一下 你好像有一度在片場暴哭 辛姐有看到導演在哭嗎 沒有 我不會讓她看到我哭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真的很好奇 沒有 就是 沒有就是那一天 我們要去 Mussy Forest 的那一天 對 它是一個親愛生命 我不知道它暴哭欸其實 對 就是我們要演那個 在山上的那場戲 對 因為就是馬來西亞我們 我們這一次是照著一個 非常緊的一個時間拍攝 然後那個場景又不好到 然後又不能帶食物進去 所以就是我們進進出出都花很長的時間 但是那裡面的戲 從它爬山到看到小男孩 到最後要跟中村友朋的 這樣子的一個很沉重的一個某程度的告解 它是很重很重的戲 所以我那一天其實壓力很大 然後我一直希望可以給演員足夠的時間 足夠的空間去好好的演出 那當然最後出來的結果是好的 可是我在那一天我拍完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不甘心 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給他們更多時間 他們可能可以更好 然後我如果給阿布寬更多的時間 他可以更多的醞釀 就是我那時候就 然後但是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就需要收工 收工了就需要離開 所以我那時候是下了山 然後工作人員在一旁 然後我就忍不住 眼淚就開始流 然後就開始 我發現我眼淚開始流的時候 我就開始往反方向走 然後就希望走遠一點 因為我不想被他們看到這樣 然後是副導演看到 對副導演看到我 然後過來安慰我 然後你知道當你在流淚的時候 有一個人安慰你 你是更忍不住的 就很晚了 你就會哭得更慘 你會哭得更慘這樣子 你會更停不住這樣子 因為有一個人了解你 那種感覺 對 所以那一天就因為壓力 而且是累積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 拍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就是 越來越感受到 就是這部片的那個 那個巨大的那個壓力 對 所以那一天 就那麼一天 對 就在拍攝就只有那麼一天 然後是對 辛苦了 成果非常好 是 對最後 最後我跟剪姐的時候 我們在剪那一場的時候 我們有一種 我白哭了 其實他們演得很好 對啊 超級好 我都不知道你覺得有儀看嗎 那天演出 沒有 那一天 其實那一天 你的部分 我覺得 應該OK了 我是有把握的 但是我是 因為你要記得就是 我們那時候 因為天越來 暗得很快 然後我們要反過來 拍阿布寬的時候 其實時間是很緊的 那我又不能去 急 就是 因為如果 因為那個現場很 奇怪 那個現場奇特的安靜 不知道為什麼 它明明在森林裡面 它一隻蟲 一隻什麼什麼都沒有 它就是那個 那個氛圍很 很詭異 然後 所以那邊很安靜 所以我 我也 雖然時間很緊 但是我不敢去催促 任何的工作人員 因為一樣 我一旦催促工作人員 演員會有壓力 對 然後我也不想 給演員這個壓力 但是我又知道 就是說時間 真的不足了 光已經越來越暗了 我們的光圈 已經開到最大了 然後已經不能 就是再繼續拍下去 也沒剩多少時間了 對 菁姐 現在知道了齁 導演其實有 她自己的故事 在背後的 我覺得導演 壓力很大啦 因為她 也是什麼 牙齡發言 牙齡發言 就是她牙痛了很厲害 在現場 然後又沒有辦法去看牙齡 因為我們在拍攝嘛 然後我看到她就很痛苦 然後還要開 還要開工 然後我就想 小喬什麼時候來啊 那是快 一來她就好多了 是 那牙齡 對 因為畢竟導演 這一次是在馬來西亞拍攝 不是她最熟悉的台灣嗎 對 所以我想又面對我們這個 非常國際化的團隊 對 對 大家需要很多時間磨合 然後戲又這麼的重 所以我覺得導演真的很辛苦 辛苦 兩位都辛苦了 再次掌聲給兩位 好吧 謝謝 導演大熱 林蘇宇 以後大熱開心一點的 因為這次太虐心 太沉重了 想一下下次如果再合作 辛傑想要傳摩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有沒有想過要當導演呢 然後蘇宇導演 你覺得辛傑可以演什麼樣的角色 聊一下下一次合作的話 蘇宇導演簽 哇 沒有啊 辛傑的可能性很大 對 然後我覺得越來越大 嗯 能不能拍喜劇我不知道 但是 OK OK 我很想演喜劇片 最想了 有演過吧 《經濟2》裡面 你還是苦情的 對啊 怎麼沒有人相信我可以演喜劇片 我這十幾下是蠻好笑的 對啊 對啊 趕快一下 都是給我演那種很痛苦的角色 拍那種都很痛苦 下次合作演個喜劇了好不好 你有沒有想過當導演呢 辛傑 你好適合 你很有想法耶 想跟真的當呢 是有很遠的距離的 所以我還是先想一想 然後努力一下 看看有沒有這個才華吧 我不知道 我對自己當演員有點信心 對當導演我還完全沒有信心 我們要時間來證明一切 對 看看吧 期待囉 好 那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今天的記者會再一次搞一個段落囉 11月29日全台正式上映囉 今天晚上將會成為金馬影展的閉幕片 晚上7點鐘請大家到新衣衛修 12、13、14天觀賞 再次謝謝林一傑 謝謝 謝謝林初一導演 謝謝兩位 謝謝 幫你收麥 好 好 金馬五六頒獎典禮倒數50個小時 也預祝西武花園強勢為9項大獎 可以順利拿獎 順利起碼 這一次入圍了 包括了最佳劇情長片 最佳導演 最佳改編劇本 最佳女主角 攝影剪接 美術造型 以及原創音樂 也期待11月29日上映之後 票房長紅 預祝兩人下次合作物間再度合作 謝謝心潔 好 再次謝謝